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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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什麼 迷迷國王 為什麼 巴娜娜 巴娜娜 巴娜娜博士怎么睡着了 天天 巴娜娜博士只有在做实验的时候 才会眼睛发光 充满精神与活力 其余的时间 就会像现在这样 庸庸蓝蓝的 动不动就睡着 我的天 我的天天啊 那么巴娜娜博士 不就跟无尾熊一样了吗 娜娜 世界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娜娜 不要趁别人睡着的时候说坏话 我们才没有说你的坏话呢 天天只是说 你常常打瞌睡 像是无尾熊一样 有讯息来咯 嗨 咪咪国王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 无尾熊那么爱睡觉 谢谢国王 娜娜 小朋友想知道 为什么无尾熊这么爱睡觉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小朋友的意见吧 那你们有看过无尾熊吗 有 有 你们在哪里看过无尾熊啊 在动物园 动物园啊 那是在动物园的哪里呢 无尾熊在哪里 我知道 那他在树上都在做什么呀 睡觉 那你们觉得无尾熊为什么这么爱睡觉啊 你知道 我会爬 爬去很累 爬上去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对不对 有可能是他晚上不睡觉早上才睡 晚上不睡觉早上不眠 报告咪咪国王 小朋友刚刚想了好多好可爱的答案哦 不知道会是谁呢 嗯 很好 谢谢你们 关于这个问题 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讯哦 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个咒语吧 好啊 咪咪国 咪咪王 看看谁带来帮忙 乖乖乖小朋友 你们不哭不哭哦 饭饭饭 肚子饿了是吧 我赶快准备 吃饭时间到了 一人一瓶 慢慢喝 等一下吃饱了就 哇 这么快就睡着啦 小朋友就是要好好吃 好好睡才会健康长大哦 就像这个五尾熊啊 你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除了吃就是在睡呢 嗯 拥有足够的睡眠 小朋友才可以长高高哦 我想五尾熊也是为了要长更高更大 才会一直睡觉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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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这么快就醒啦 呃 是不是要换布布了 布布布 呃 是不是想出去玩 布布布 呃 难道是我猜错了吗 嗯 呃 左勾拳 右勾拳 呼呼哈嘿 呆叔爸爸 打拳击的样子实在太帅了 呆叔妈妈 你照顾宝宝也好辛苦耶 要记得啊 多睡觉多休息 这样才可以照顾好宝宝啊 不行 我们呆叔啊 虽然跟五尾熊一样 都有带子养育宝宝 但是啊 我们可是跟五尾熊不一样 不像他们啊 一天到晚 赖洋洋的 直直到睡觉 对对对 五尾熊啊 不爱运动 身体呢圆滚滚又爱卖萌 就是因为啊 太爱睡觉 太懒惰了 会不会是因为 五尾熊跟熊一样 都需要冬眠 所以特别爱睡觉啊 有可能喔 就是啊 要像我们袋鼠一样 没事蹦蹦跳 然后多出拳 这样啊才健康嘛 老公说得对 我们一起动起来 好 来咯 呜 呼呼哈 呜 你慢一点 慢一点啊 小心带子里的带鼠宝宝啊 好 好 好 嗯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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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觉得答案应该不是第一个 嗯 奶奶啊 那天天你说说看为什么呢 巴拿拿博士 你想想看喔 平常你看到五尾熊的时候 有看到长得跟袋鼠一样 高大的五尾熊吗 跟袋鼠一样高的 怎么可能啊 屁 那就对了呀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们觉得五尾熊爱睡觉 是因为 他们想要长高长大的请居首 有吗 一个小朋友 对 好 第二题来问问看小朋友 你们觉得五尾熊爱睡觉 是因为他在冬眠的请居首 这一次很多人耶 那来问问看你好了 你觉得五尾熊爱睡觉 是在冬眠吗 对不对 为什么 有可能 他是因为晚上做太多事 所以早上才睡觉 哦 跟巴拿拿博士一样 都在做实验对不对 很多答案耶 但是说到了冬眠 五尾熊应该不会一年四季 都在睡觉才对啊 哦 天天别着急 我跟你们说吧 五尾熊爱睡觉 其实是因为 我们是最可爱 大猫熊 五尾熊 四 五尾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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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睡觉 三尾熊 树兰 你说话可不可以快一点啊 呃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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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这集的主角是我 肃兰 你就慢慢的 嗯 也对 刚刚啊 代鼠说 你们五尾熊 之所以爱睡觉 是因为像熊一样要冬眠 根本是错的 我们是猫熊 但是我们不冬眠 嗯 五尾熊啊 不是熊 当然不用冬眠啊 那我只吃植物哦 之所以叫熊 是因为早期欧洲人 到澳洲的时候 看到你们五尾熊 长得很像熊 所以就把你们当熊啦 而这个名称 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哦 那你到底是什么啊 我跟袋鼠一样啊 都是有带类的动物 不过只有妈妈 才有育儿带哦 只是 袋鼠的育儿带 是朝上的 而五尾熊的育儿带 是在腹部 开口是朝下的哦 嗯嗯嗯 还有还有 你们都说我们睡这么久 我可以睡 十八到二十二个小时哦 哇 你好厉害哦 我最多只能睡 十二小时 我只清洗 三 小时 三小时 你清洗 两小时 教你第一 我们会睡这么久的原因 是因为吃了 油加粒树叶 它有很多的水分 还有很多纤维 可是热量很低 我们要靠 多睡 少动 来降低我们的热量消耗哦 可是我听说 油加粒树叶不是有毒吗 没关系 我有特别的消化系统 而且是这种 来分解毒性哦 不过油加粒树叶仍有麻醉的作用 吃了之后 我们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慢 哦 那我们一起卖 嘿嘿嘿嘿 油加粒树叶啊 其他动物都不能吃 所以就没人跟我抢了 嘿嘿 我可以睡到饱 没有人跟你抢 为什么还要抱着树干 睡觉不放啊 哈哈 这个我知道 是为了要纳凉散热啊 五尾熊的焊线啊 跟狗狗一样 都只能够用舌头 来散热 而且啊 澳洲的气温 可以高达摄氏四十六度哦 所以五尾熊抱着油加粒树 树中的水分 就会蒸发得比空气还要慢 树根还可以吸收冰凉的地下水 所以对五尾熊而言啊 就像是抱着一个天然的大冰棒 也是消暑的最佳首选 答对 那你都不用喝水吗 嘿嘿 我们啊 五尾熊啊 英文叫做 來自于澳洲原住民的方言 意思是 不喝水 不过不是真的不喝水啦 是因为油加粒液 有很多水分哦 我还有问题 五尾熊 你到底 有没有尾巴 有没有尾巴 有没有 五尾熊 你累了吗 是有还是没有 我来回答吧 五尾熊他是有尾巴 只是被长长的毛给遮住了 所以不明显 对吧 五尾熊 对 树兰 这样子你知道了吗 懂了 都睡着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 嗯 娜娜 所以说 动物的独特行为啊 是不能用单纯的一个或两个现象啊 来解释的呢 但是 巴娜娜博士 你爱睡觉的原因 就是有这么一个 没错 巴娜娜博士 比起五尾熊 你爱睡觉的原因 的确是单纯了许多 所以啊 巴娜娜博士 你要加油 赶快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作型 不然每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都会搭坑睡睡着 不太好吧 巴娜娜博士 加油哦 小朋友 吴伟雄爱睡觉的原因 你们了解了吗 了解了 小朋友太棒了 今天我们 聪明加一 知识加一 真的好开心哦 开心的话 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啦 耶 站起来跳舞了 在前面 来来来 哈囉 是冰淇 来过来看节目 好 好 一起来 小星星的 好 我们现在变成一个 吴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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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爬到树上 啪啪啪 看到树叶了吃一口 好 换另外一棵树 再吃一口 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变 吴伟雄的好朋友 袋叔 一起跳一跳 小袋叔 不够高啦 再跳高一点 不够高 再跳一点 對 摸摸口蛋有什么 比一个大爱心 那我们继续来跳舞了 继续送给你 蜜蜜过往 蜜蜜过往 1 2 3 快乐带回去 蜜蜜过往在这里 永远欢迎你 蜜蜜过往等着你 下次再光临 好 每一集说五位熊的英文 库阿拉 库阿拉 阿拉 では 一公肠 二十一 20 二十二 到底 太阳阿拉 太阳我的 鱼 焦 太阳 太阳 Go! Go! どんな時も一回心は 輝きながら悲しみを 退治してゆく 絶対に俺こそOnly One Don't cal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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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oby Gooby 你準備好了嗎? 嗯? 什麼事情準備好了嗎? 就是明天的才藝表演啊 你想到要表演什麼了嗎? 早就計劃好了 我也練習好了 這麼快? 你表演什麼? 這是我的秘密 不能跟別人說 好朋友可以分享秘密啊 告訴我嘛 才不要呢 等明天啊 你就知道啦 那我先回家準備囉 拜拜 講一下有什麼關係 傷腦筋 悠悠們 我剛剛有看到菲菲還有雅明他們在準備明天的表演耶 你咧 你準備得怎麼樣 我...我...草莓姐姐幫幫忙 悠悠妹 發生什麼事了 我到現在還沒想到要表演的節目 實在是好煩惱喔 原來是這樣 那草莓姐姐可以給你一個小建議喔 你可以把你喜歡的跟拿手的寫下來 然後從裡面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好好練習 這樣你覺得怎麼樣啊 聽起來是個好辦法 那我趕快回家去準備 謝謝草莓姐姐 好 期待你的表演喔 一定很精彩 我啊 最愛吃東西 看電視 講笑話 是要唱歌呢 還是...畫畫好了 畫畫最能展現我的藝術天分 哥哥 哥哥 蛤咪 你別動 這個姿勢很棒 正好適合我的畫畫主題 我決定了 你啊 就當我的模特兒 模特兒 啊 我剛剛不是說別動 你怎麼又換了一個姿勢 不是 是這樣 不是這樣 唉唷 突然間靈感都沒了 對不起 哥哥 沒關係 啊 有了 還是我們組成一個雙人啦啦隊 等等來練習舞蹈好了 呃 悠悠 你我的朋友 悠悠 為你家加油 耶 嘿嘿嘿嘿 哥哥 我已經有自己的節目 不能跟你一起表演了 哥哥要趕緊決定 加緊練習喔 掰掰 啊 好啦 好啦 沒關係 大不了我唱歌 我唱歌這麼厲害 咦 彈吉他也蠻帥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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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的跆拳道比較帥 唉唷 到底要表演什麼才好呢 終於到了悠悠才藝大賽的時間 今天大家都帶來了精心準備的表演 首先是庫比要表演的 飛鏢神射手 接下來是可愛的菲菲要表演的 鼻子吹泡泡 輕飄飄 吹泡泡 最後是漂亮甜心雅米 要帶來的愛心極光泡電波 愛心極光泡 愛心 愛心 大家都表現得太棒 太有趣了 草莓姐姐 我有很認真的練習喔 我也有 奇怪了 怎麼沒看到悠悠man啊 哥哥他還在家裡想 今天要表演什麼 還在想啊 傷腦筋 到底要當吉他王子 還是要當唱跳歌手 還是來一個功夫拳啊 到底要選擇哪一種表演呢 太誇張了吧 小朋友 想要學習任何事情 下定決心和方向之後 就要專心一件事情 才能達成目標喔 如果像悠悠man一樣 三心二意 老師變來變去 到最後可能沒有辦法完成 任何一項練習喔